去年5月吴钊燮喜自私的陪同访台的前英国首相特拉斯 特拉斯是知名的反中鹰派 这场出访外交部和远景基金会还花了350万元请他来 特拉斯是英国史上任期最短的首相 当时还说支持台湾加强武力 还跟蔡政府一起骂大陆 没想到5月才农情蜜意 现在遭踢爆 去年8月特拉斯写信游说英国商贸大臣 敦促出售扫雷武器给大陆 否则英国企业将损失数百万美元 军事专家一听傻眼 因为当时台湾才刚花55亿台币 跟美国买布雷系统 特拉斯怎么会促使英国卖武器给大陆攻台 刚好通通都可以迅速引爆 所以变成战场主角的效果完全上市 完全是国家利益 西方国家合起来骗两岸的钱 一个布雷一个扫雷 雷不知道我们这里 外里出雷死掉的人都台湾人了 我们的实质外交就是凯质外交 当时英国内部战略研究所警告 英国政府应该要审查对大陆武器禁运 因为这批扫雷武器不只可能被拿来入侵台湾 甚至军事镇压 更会加剧台海军事冲突 网友炮轰你蔡政府花350万 找网红政客来台 结果就是丢人现眼 你跟人家谈感情 人家是两边生意都要做 还要你的命 民进党找的国际友人 根本是打脸抗中保台 你说实话 你这个前线花起来 花了300多万就是白花 欺骗台湾人民的感情 冲业绩 跟你这个业绩 发觉是假的业绩 特拉斯难道不是一个恐怖情人吗 当时花大钱 这么多纳税人的钱 去把特拉斯请来 那现在发现说 特拉斯原来对台湾这么无情无义 这不就是打脸了外交部吗 这国际政客一面喊支持台湾 一面想卖武器给大陆攻台 看看大官和特拉斯当时得意的笑脸 如今简直讽刺到极点 记者张佑茨 王志涵 SNG小组台北采访报道 优优独播道